你有沒有試過去沙灘玩的時候 見到一些石仔很有趣 都想撿一兩顆來留念呢 我有一個很特別的石仔collection 不過不是撿回來的 是買回來的 我想和你分享一下 這個是一本書 跟上一本書 會有很多不同的石頭 真是一些很難找的石頭 給你看看 其中我覺得比較特別的 就是有好像石鷹 你聽得多了 那石鷹是怎樣的呢 石鷹就是這樣的 好像那塊冰一樣 另外就是這個Saturday Night 其實我們在電影那裡見過的 就是看這一齣戲 Transformer 它裡面提過有很多沙的地方 就是很多Saturday Night的Crystal 另外還有很特別的就是 這個 這是什麼來的呢 給你一些提示 可以 是一個磁石來的 其實很多石頭都很有趣的 在美國有一個地方的石頭 真的很特別的 因為它會動的 那究竟是為什麼呢 有一個地方叫做Death Valley 中文是死亡宮 這個地方 真是一個很極端的地方 因為它是在美國 一個極度乾燥 又極度熱 又極低的地方 而那裡又有一個 三英里這麼長的湖床 即是那些乾了的湖底 而在這個湖床上面 是有很多石頭走過的路線 行跡的 有些是彎曲的 有些是閃電的 有些是閃電的形狀 有些是直線的 有些是S型的 嗯 為什麼石頭又不是有生命的 但是又會動的呢 有一個地真學博士 叫做Robert Sharp 他就決定去找一下 為什麼石頭是會動的了 他找了三十塊不同 大小形狀的石頭 然後上面就用標籤抹下 然後他就用一些尖的東西 塗在地上抹著石頭座的位置 然後他就看看 接著那七年發生什麼事了 後來真的有二十塊石頭動了 有些還動了六百尺降軟 於是這個博士 就去對一下 這些動動的路線 和那些天氣的變化了 接著就發現 原來那些石頭動 是因為風和雨的 雖然這個Death Valley 每年的雨量 只不過是大約兩寸 但是那些雨水 就弄到個湖床很滑 就好像個流冰牆一樣 於是當有風吹的時候 那些石頭就好像流冰一樣 滑到很遠了 有時他們還會畫得快到 一秒鐘三尺那麼多 看到這些會動的石頭 真的很有趣 因為石頭是應該不動的 而且因為石頭應該不會動的 所以那些人就放一塊很大的石 在耶穌的墳墓面前 而且還派了士兵在那裡守住 讓門徒不可以去推那塊石 他們想著這塊石頭就可以證明 耶穌不可以死裡面復活 但是神祂果然是履行祂的樂言 聖經那裡記載說 忽然地帶震動 因為有主的使者從天上下來 把石頭滾開坐在上面 雖然那些在Gath Valley的石頭 懂得動真的很有趣 但是有天使推開的大石 更神奇 所以我們可以周圍告訴別人 耶穌真的復活 是一個神跡來的 嘩!這麼厲害 我們一起載到這句聖經一次 請你跟著我 忽然地帶震動 因為有主的使者從天上下來 把石頭滾開坐在上面 當神行神跡的時候 真是意想不到的 你都可以祈禱的 神跡都可以發生在你身上的 好了,拜拜